电影公司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当摄影机打开的一瞬间 那些虚假的爱情也能像真的一样 演员们的竞争是非常激烈的 有每天不顾生死拼命的替身 也有傲气冲天的十八线演员 即使是阿银这样的小演员 身边也总有三五随从 阿银最近可是有个大麻烦 不知导演是不是被收买了 最近阿银的戏份是越来越少 想要搬回局面当然也可以 这部戏中有个滚楼梯的桥段 在与阿银的打斗中 其中一个浪人从楼梯上滚下去 这个镜头要是拍成了 阿银的名气自然蒸蒸日上 可这楼梯实在太高 多个部门明令禁止拍摄 这搭好的楼梯都要拆取三分之二 这滚楼梯的戏份被砍成了这样 阿银的角色怕是有些立不住 手下的跟班也没人敢去滚 这楼梯滚下来非要命不可 阿银的心情可是糟透了 不过刚出摄影棚就迎来了桃花韵 一个女粉丝前来要签名 这个女粉丝名叫棚子 很调皮 签名居然要签在大腿上 这棚子实在是让阿银着迷呀 当时她就决定一定要追到手 不过阿银现在有女朋友呀 现在的女友小夏虽然也算个小明星 不过嘛早就已经过气 而且小夏还有四个月的生云 该怎么甩掉小夏呢 阿银想到了她最忠诚的跟班 这个跟班就是替身演员安次 你呢一辈子也就是跑龙套了 我不一样 公司现在押宝在我身上 不过嘛 老板叫我把私事处理好 希望我别闹出绯闻什么的 可现在小夏的肚子已经四个月了 我叫她打掉 非是不听 安次我求你了 救救我吧 你就收了这个女人吧 以后小夏与你一起过 说时迟那时快 几声惊雷 阿银当着安次的面 再次侵犯了小夏 随后头也不回的就走了 绿帽都缝在脑门子上了 这时候安次还在给阿银说好话 就连小夏都实在看不下去 他把我这个拖油瓶扔给你 我肚子里还有他四个月的孩子 你还在替他说好话 你这个男人真是窝囊的可怕 安次是真心的喜欢小夏 他其实一直暗恋着小夏 小夏当年拍的海报 他都还留着 可即使安次愿意做孩子的父亲 这破房子 小夏又怎么肯留下呢 安次可谓是苦苦哀求 在拉扯中 小夏突然晕倒 一声一查 得了妊娠中毒症 这下可得住院好久 花不少钱 安次在往后的工作中 在危险的活他都结 每天都摔得鼻青脸肿 大家都不解 此人为何如此拼命 他逢人便说 我老婆肚子这么大了 剧主的人也比较照顾他 那些危险卖命的活都给他留着 每天他都抽空给小夏送营养餐 小夏也康复出院了 安次搬去了有洗澡间的公寓 家里也打理得十分干净 还分期付款 买了很多的家具 做这么多 只希望小夏安心养胎 而他自己则住在柜子里 有什么事随时可以使唤他 自打扔下小夏以来 阿盈才第一次露面 不过现在阿盈心情很是不好 哎呀小夏 你还记得那个让我在他大腿上签名的棚子吗 我非常喜欢他 可他对我没兴趣 棚子可是公司老板的女儿 小夏 只有你最了解我 你能不能以大姐姐过来人的身份 去在棚子面前帮我说说好话 小夏你也知道 我是个好人 谁能想到小夏还真去找了棚子 没想到啊 没想到 原来高高在上的阿盈 在棚子面前 那更是窝囊的可怕 经过小夏的各种劝说 棚子对阿盈的好感也增加了很多 看着阿盈开心起来就像个孩子 小夏也就心满意足了 他一个人默默地来到阿盈的房间 这里已经很久没人打扫了 静下心来把房间仔细整理一番 他放下了 这次真的离开了阿盈 也许与安次这个好男人在一起 才是最好的选择 安次喜欢他 同时也愿意做孩子的爸爸 他与安次一起回老家订婚 迎接的乡亲们排起了长队 安次虽然只是个武打替神 但是在偏远的老家也算个小明星 安次的母亲有一些担忧 这么漂亮的女孩子就愿意嫁给安次 可谓是苦口婆心的劝导 我们家安次是个老实人 你可千万别扔了我们家安次 那天晚上他们也正式睡在了一起 转眼间肚子里的孩子就八个月了 小夏也变成了居家好妻子 每天都朝电影场给安次送饭 他们下个星期就正式举行婚礼 小夏呀 还是别嫁给安次的好 你怀的孩子又不是他的 男人哪 最在乎这种事 这要是哪天发作起来 你可受不了 这天送完饭 他再次看见阿银的车 现在的阿银与以前有些不一样 阿银可是被彭子折磨得死去活来 小夏听了都替阿银感到委屈 突然阿银这家伙向他求婚 也许在阿银眼中 婚姻爱情本就是儿戏 现在的小夏怎么可能会答应呢 转眼间安次出现 如梦如幻一般抱着他 那高高的楼梯也变成了红地毯 就像做梦一样 他们成为了真正的夫妻 两人也有了一段时间的甜蜜 某天 安次发现阿银消失了 找遍了所有可能的地方都没有 最后在一个废弃的厂房找到 还以为阿银上吊自杀了 原来在这部电影中 阿银的戏份已经被导演几乎砍完了 那些广告合作也都取消了 现在的阿银完全没希望了 所以阿银也吊死了他的角色 不过要是那滚楼梯的桥段能拍 这部戏必然会大火 被删除的尽头导演也会加回来 可是谁愿意为阿银去滚楼梯呢 那楼梯滚下去不死也残废了 安次愿意滚楼梯 安次答应了下来 阿银的成败再次一举 此时的安次不滚谁滚呢 导演又把楼梯重新装了回去 安次也买了保险也签约 完全是安次的要求 与所有人没有任何关系 那天晚上导演与投资人请他吃饭 保险金高达一个亿 受益人是小夏与孩子 安次可是抱着必死的心取的 阿银怎么说 怎么说嘛 你与阿银有没有商量好 保险金该怎么花 我跟他已经一刀两断了 你怀的不就是他的孩子吗 别说这些 安次借着酒精 发疯一样把整个屋子破坏了个遍 合同都签了 箭在弦上 就是硬着头皮也要上 那天晚上正是小夏临产的日子 他一个人收拾了东西去了医院 安次也细心地准备着 这可能是这辈子最后一场戏了 在准备的时候 他偷偷拿了颗钉子 现在的安次趾高气昂 一辈子跑农套 现在也算是得势了 自己也过一把当主角的影 在上楼梯时 突然踩到一颗钉子 抓住了这个把柄 开始不依不饶大闹起来 对现场的工作人员各种数落 阿银都亲自给他点烟 实在是忍无可忍 你小子别放肆 阿银 这才像你阿银哪 什么 我好久没挨你了 这下我准能滚好 安次希望导演能多给一点时间 能不能晚饭后再来滚 他想回家与小夏吃个晚餐 而此时的小夏在医院 得知这个消息 立马往回赶 而安次也没有吃晚饭 吃多了 到时候滚下去给吐了 这好吗 这不好 有失壮士的身份 很快晚上就到了 他就像一个赴死的战士 所有的摄影机都指向他 此时的小夏也来到了摄影棚外 这次安次没有多余的废话 阿银手起刀落 他硬身倒了下去 生命垂危 也不知道还能不能活过来 好安次 爬上来 你安次是壮志未愁的尊王派壮士 阿姨 你知帅啊 小夏在医院 孩子也出生了 恍惚间好像听到了安次的身影 安次去世了吗 还是平安 小夏很怕 怕到不敢睁眼看看 小夏是个女孩 不像我也不像阿银 长得跟你一样 是个要强的女孩 今后咱们三个人过 我和你 还有只小宝宝 好 OK 帮来 好 咱们 ulee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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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咱们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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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